整风运动啊 已经大张旗鼓的搞了五个星期了 这时候啊 伟大领袖亲自出马 把这个叫什么 有人就这么说扼杀了后来 以北京之春文明的思想解放运动 他特地啊 还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又一篇的社论 谴责目前出现的批评 有不少就是 毒草冒充香花 他宣称啊 这不是党所要的建设性的批判 而是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党 反人民 反社会主义的恶毒罪行 曾几何时啊 党是堂而皇之发动的自身整风运动 变成了一场全面的反右的斗争 人们呢 对这个肃反本身这个记忆啊 还犹新呢 这下又被投入到了一个特别残酷的 应该说更残酷的反右运动当中 足智多谋的伟大领袖 事后也自己就承认 说这场运动啊 并不是什么阴谋 而是引蛇出动的阳谋 让那些胆敢犯上的人自投落网 呃自投罗网 吴宁坤承认自己绝对是掉进了这个阳谋的罗网里了 虽然明放的时候啊 那个热火朝天的北大就在这个他们干校的这个支持 干校其实里边啊 没啥动静 这帮学校的领导干部啊 都是延安出身的老党员 那都经历过无数次的政治运动的磨练了 所以在没摸清这个运动风向之前啊 一直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有些学生啊 到了北大了以后呢 看那个大字报啊 回来也贴了点小字报 比如说提点什么 就是对这个枯早无畏的政治课呀 还有这个低效率的行政工作啊 提出了一些比较温和的批评 吴宁昆呢 就问过这个冯副校长 说你对这些贴的这小字报 这些意见怎么看呢 结果这冯副校长啊 含含吾呼呼 因为一开始大明大放啊 大多数都冲着当时的行政干部啊 和这个党的这些行政人员出来的 完了他就含吾呼说 哎呀 这些毛头小伙子 年纪太轻 不知天高地后 教师当中啊 也议论纷纷 但是呢 并没有一个人出来贴什么大字报 有一天啊 一个党员 一个他们英语系的教师 就问吴宁昆 说你 怎么不愿意 这个 你看看 是不是能够参加这个整风运动啊 你起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 加强思想改造啊 吴宁昆一听哈哈笑 我 我可是下你们的油锅被炸过的 哎哟 现在你们的党员说要和风细雨来整风了 这和风吹的党员最细雨可是打的我们群众失啊 哇 滚水烫一烫 不会更有效一些吧 谢谢了 我可用不上你们的整风 整了这么多年 我已经整的跟现在跟圣人一样干干净净了 大概又过了一段时间 校党委啊 开始召开教职员的明放座谈会了 召开大家 打一打放 对这个党委啊 提出意见 琐碎的意见啊 是提了一些了 但没有一个人碰什么重大的问题 直到有一天晚上啊 于副教长亲自跑到他家来了 这个于副教长啊 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过学 后来回国了以后啊 就跑到延安去投身革命去了 这个校长啊 平时是非常沉默管缘的 但是呢 这一天他一坐下来就开始大谈 特谈自己的本人经历 就是当年啊 在四二年延安整风中 他的经历 哎呀 好多的革命同志都受过严峻的考验 我也不例外呀 你想 我是一个日本留学生 那肯定啊 就是特务嫌疑啊 当然有些人确实自杀了 但是你看 我就经得住考验 赢得了党的信任 吴宁坤就问他 哇 我可太钦佩了 居然在泰山压定师之下 你能够窥人不动 这种精神 牛 但是啊 我还是不明白 既然你们这些人放弃了一切去投奔的革命 党为什么就不能够相信他们 反而要采用那么一种严峻的手段去考验他们呢 哎 你必须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哦 那是战争年代 一方面是国民党 一方面还有日本人 斗争是十分剧烈的 党绝对是不能掉以亲心的哦 否则敌特渗透到革命队伍里怎么办 那你说说你们那次特务抓了多少啊 我不懂 没几个 哇 付出伤害那么多好同志的代价 哎 不管干什么 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这句话啊 不管干什么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是我们那时候信仰共产主义的很多人挂在嘴边的 就是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干什么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生命啊什么对这些啊完全无事 这个校长啊接着说 不习亲自制定的政策 所以啊咱们大家都应该开诚不公 帮助党和我们这些党员改进工作作风 我对咱们这个教职员这个明放会啊 这个情况进行的很不满意 好多人啊没人愿意在这个会上明放啊 提出来的啊也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大学教师这可是高级知识分子啊 应当就重大的问题提出你们的批评意见 你看以你在学校的这个威望 我就希望你在下次的大会上 你能能带头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 吴宁坤赶紧推托 哎呦我确实没什么可说的 我来这学校没多久啊 我可不能就什么重大问题 能够提出什么批评意见的 哎不一定要跟学校有关系吗 你都回国好几年了 必然有你自己的经历啊 还有你自己的感官嘛 哎呦可别提我个人经历了 这肃法我在南开那挨得整 跟你在阳安挨整真的没什么两样 哎那是个错误 这不都已经过去了 不要计较了 我向你保证在这次运动中 不管你说什么 都不会有任何后果的 这期间啊 有的朋友也开始怂恿 让吴宁坤啊 说你看校长都这么说了 你就在民方会上发发言吧 也有人啊赶紧提醒他 你得放心啊 这可能是放长线钓大鱼呢 可是啊 接连两个晚上 这于副校长亲自登门 讲啊讲啊 来回讲 就是同一个意思 上说一说 同时呢 那个教师党支部的书记老刘 也跑到他们家来了 征求意见啊 求求你了 说点什么吧 哎就是你那意思 大胆的名放 这下吴宁坤又嫖 没理由再怀疑人家的诚意了 于是决心 我发言 首先呢 他简单的啊 就讲了讲 说自己啊 怎么在六年前啊 义无反顾的 就把自己的这个博士论文都中断了 就直接回国 为新中国效劳来了 没想到呢 这回国了 碰上种种的困难 然后他又重点的讲到了 在那个肃反运动中啊 在南开那儿 哎怎么整他 他就说啊 真的是毫无道理 荒谬啊 肆无忌惮的违反民权啊 明目张胆的 就是官方私刑啊 即便是啊 你说来我家搜查的人 手里边拿着搜查证呢 但是你怎么能够有权利 对我怀孕的妻子和我的老母亲 进行搜身呢 你搜家呀 你又不是搜人呢 这伤害之外啊 还加上了各种各样的侮辱 真的是欺人太甚了 我觉得这南开大学至少应当向我道个歉吧 这肃反运动本身是个错误 目的其实我觉得无非就是为了打压思想和言论自由 而这个做的这种做法 就是效仿了斯大林式的那个青岛运动 这都已经被赫鲁晓夫给揭发谴责了呀 死了多少人呢 多么残酷啊 延伸了一下 说那意思就是防知识分子之口 胜于防洪 是吧 在我们几亿人口中 其实知识分子是少得可怜的 非常的宝贵的 应该鼓励啊 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不应该啊 让知识分子继续充当像封建盲朝那种那个卑躬屈膝的世代 作为一个人民的政府 一个掌握真理的政党 给予知识分子言论自由 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的 反而啊 会从无数的自由开放的头脑里 获得集体的智慧 这是无价值宝啊 所以呢 他觉得啊 这次的整风 可以是党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转折点 真转折 真转折 这吴宁坤啊 这一开口啊 这性格就没办法 就撒不住口 在外交方面呢 他也认为啊 就是一边倒的 亲苏的这种政策 未必符合中国的利益 你看啊 一味的跟着他跟西方国家搞这个无条件的对抗 中国得着什么了 你老大哥苏联还跟人家西方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呢 不是吗 那我们凭什么就把这个大门冲着西方就关上了呀 结果呢 我们师的可能比他还多不是吗 谈到这个自己的这个英语这个教学领域啊 吴宁坤也觉得呢 就是中国的那些大学啊 居然聘请苏联专家来指导英语教学 这让他觉得太有问题了 因为这些专家啊 无非是在苏联那些师范院校毕业的 我们这儿大把的人才啊 而且是直接在著名的英美大学里边留过学的教授啊 我们干嘛要找一个苏联的师范学校毕业的人来指导我们呢 那是不是有一天我们教中文都得要请苏联的专家来指导我们怎么教中文呢 关于这个文艺理论和批评啊 吴宁坤也觉得呢 这个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那个讲话啊 太强调政治标准第一了 当然那是由于那个时代啊 战争年代宣传工作的需要 而现在呢 我们是一个新中国了 那就应该可以按照百花齐放的这个精神呢 加以补充才对 主持会议的这个于副校长啊 对乌宁坤的发言表示非常满意 接着呢 他又让乌宁坤老婆啊 李一凯也发发言 结果这李一凯就说 肃反的时候啊 自己根本没参加南开的任何的运动 结果呢 还遭到了自己的母校 对自己非法的人生搜查 让他感到啊 难堪又侮辱 更让他感到痛心的是什么呀 自己的丈夫是完全无罪的 还那么迫害他 这让他联想到啊 耶稣不就是这么受的难吗 哇当场啊 因为他姓教你知道吗 这好多人这共产主义 尤其这些党员是不姓教的呀 这好多人呢 这脸上这惊恶的表情就出来了 不过啊 那也有很多赞赏的 就是那个英语系有一个黄教授 他也是美国的留学生 立刻就对吴宁昆说 你看这么一个爱国知识分子 还居然遭到这么样的迫害 非常同情 而且啊 他就用那种比较开玩笑的口吻啊 就说 公安部长罗瑞卿主持的这次的肃反运动吧 那他伤害了不计其数的好人吧 光难开就死了这么多人 那是不是他应该被枪毙呀 这老头估计要想 英语语音学啊 有一个讲师叫宝清的 特别的激动 也谈到了啊 当年他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时候 也是在肃反的时候啊 跟他爱人平白无故的 哀整的遭遇 后来一段时间啊 就受到全国各地的大鸣大放的 这个刑事鼓舞啊 这乌宁昆这好家伙 情绪高涨 有一天啊 黄教授就约着他 还有另外一个新 调来的一个 曹先生 俩人呢 就到这个黄教授家里边吃午餐 这个新来的曹先生啊 是黄教授的大学同学 也是刘美学英语的 这个也是这个黄教授介绍啊 从这个外文出版社 给特地给调过来的 仨人啊 就海阔天空的在那聊 这曹某啊 是个大胖子 动不动的啊 就放声大笑 有点欢喜佛的伪的 这估计有个铺垫啊 估计我认为 翻脸的 他肯定是最快的 有一天晚上呢 乌宁昆呢 就跟这个黄教授啊 还有另外两个同仁 都是教这个英语口语的 完了呢 是 但是是北京大学的 等于是借调来的 或者是兼职的啊 在这屋子里边也是聚会 这三杯酒下肚啊 这乌宁昆的嘴就又拦不住了 开始喷 罗斯福四一年就提出来了 四大自由 他觉得啊 这个罗斯福的这个宣言 就是全世界的独立宣言 他真的说 你看 你们谁都没有认识到 这个文件 这个演讲的重要性吧 直到什么时候 你会意识到 你生活到了 一个威胁到 你享受这些自由的环境里 就有点像什么呀 比如说 你大家都知道 你没空气 你活不了 天经地义的 但是呢 你从来没有认识到 就这眼不见的 这空气这个玩意儿 对你生存本身有多么重要 直到你失去了 人不仅是生而平等的 而且是生来有言论自由的 但是呢 你怎么能够自由发表言论呢 除非你得免除对这个恐惧的自由 慢慢就开始激动的 还拿那个英语啊 拿着高喊 不自由 不宁死 这不宁根性格 逗 那个黄教授啊 也谴责了 就是说 不是因为赫鲁晓夫 这秘密报告嘛 把这斯大林的很多的滔天罪行 都给揭露出来了 所以呢 他还激动的说 你看看 他要不说出来 我们怎能知道这么黑暗 最后也高呼 赫鲁晓夫万岁 在座的几个人啊 都觉得自己就是那绽放的鲜花 这时候其实啊 六月份已经开始不是反右了吗 吴宁坤仍然没觉得这个运动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因为自己也是响应党的号召之物不严嘛 对吧 而且都是领导来跑我这来跟我保证的 我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的嘛 何况啊 这个不是说的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吗 那我一分钱没有 我们家也不 也不那什么 我怎么能跟资本家有啥关系呢 对不对 所以啊 不管怎么样 这时候正好要放暑假 他也打算呢 开始好好的 找手翻译翻译 那个人家让委头他翻译那个斯坦贝克的珍珠了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下期见